据环球网3月17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近日用视频联系的方式向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 在国会大厦参议员与众议员集体到场观看 为了展示乌克兰正在遭受的苦难 泽雷斯基先是放了一段深情的音乐 随后又放了数段战争画面 不仅如此 泽雷斯基还拿911事件和珍珠港作笔 呼吁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泽雷斯基表示大家应该记住珍珠港 在那个可怕的早晨 美国的天空因为日本战机的袭击而变得漆黑 而在911那天 邪恶的力量试图将美国的城市变为战场 乌克兰每天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而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泽雷斯基连线美国国会前不久 他表示希望向日本政府提出诉求 以视频联系的方式在日本国会进行演讲 而日本则回应称 正在就此事进行讨论 不过在得知泽雷斯基拿珍珠港事件比喻俄乌局势后 不知道日本政府还能否继续同意连线 在联系中泽雷斯基还表示 希望美国采取更多的严厉措施 制裁俄罗斯 制裁的范围应该包括所有不表态 反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政客 不仅如此 泽雷斯基还呼吁所有美国公司离开俄罗斯市场